说到海马,大家应该都有见过,它是一种十分小巧的海洋动物,虽然也叫马,但是个头最大的才仅有35厘米。 小小的一只十分可爱,鱼鳍还特别小,为了能够推进它前行,它的鱼鳍分别长在头上和背上。 但是大家别看它小小的一只,它可是被称作海洋人参,营养价值非常高,很多有钱人都愿意购买海马来食用,一斤能卖上万块。 这么贵的海鲜,为啥很少有人养? 首先海马繁殖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。 它们是一种胎生动物,雌性海马在体内将幼崽孵化,因此繁殖过程十分困难,而且很复杂。 雌性海马在交配之后并不是自己孕育幼崽,而是在雄性海马的育儿代当中植入受精卵。 胚胎的孵化和养育幼崽的任务都是雄性海马完成的。 而且,在雄性海马孕育幼崽的时候,是不允许其他海马打扰的,所以需要进行监控。 一旦受孕成功,就需要转移到单独的空间内。 而且,海马和人类一样,雄性海马在孕育完成之后,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身体的,就好比人类坐月子。 值得庆幸的是,海马每次产子的量都非常多,高达上千条。 而且,在海马怀孕的过程中,水的质量、温度以及养殖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,只有全都达标,才能成功孵化出幼崽。 一旦有一项不过关,胚胎就会失去活性。 由于繁殖技术过高,过程也相对复杂,所以,海马养殖对于人们来说,是一项不小的挑战。 对于养殖者来说,他们通常没有办法控制好这些环节,经常会事与愿违。 海马通常生活在海草床、珊瑚礁以及其他特定的海洋栖息地当中。 为了成功养殖海马,需要为其提供相似的环境以及水质,这些都是需要昂贵的设备的,因此养殖海马需要很大一笔资金。 而且,养殖海马还需要经过国家的批准,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饲养的,必须达到饲养条件,还需要遵守养殖法规和采集许可。 这也增加了养殖海马的成本以及复杂性。 养殖海马还需要巨大的容器以及过滤器,这些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支持。 养殖的海马制作出来的海马干大多都是全黑的,并且药效也不如野生海马,因此大家更愿意购买野生的。 养殖海马的价格并没有这么高,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养殖。 现如今,由于大量捕捞野生海马的数量骤减,已经被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 但是由于野生海马价格昂贵,很多人都会冒着被抓的风险继续出售海马干。 2021年,广州地区就曾抓获了一位出售海马干的人。 被告人原本在经营一家药店,但是听说海马干的价格昂贵,就想办法购进了一批海马干,然后以高价售出。 没想到没有报复,却换来了一对银手镯,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现如今,野生海马已经被列入保护动物名单当中,想要购买海马,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人工养殖了。 我相信,在未来,我们一定会克服环境等因素,成功大量养殖海马。